陪伴了我们一整个夏天的中餐厅就要在今晚收官了 大家是不是和头条军一样相当不舍 赵薇和黄小明的互损互怼 张亮的神级主义 周冬与金梦佳的史上穿搭 以及他们沾染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接地气生活 每一个点单拎出来头条军都能看一百期 也难怪一大波吃瓜群众会哭着喊着 跪求原班人马再来一个第二季 呃既然奶们诚心诚意地要求了 头条军就大发慈悲地开个脑洞吧 如果这几位老伙计再次合作 第二季餐厅里的各种担当 或许可以这样安排 首先请让黄小明上位 从副店长变为正店长 作为第一季中餐厅里的全能王 黄小明一直在各种角色中转换自如 时而化身缆客员四处奔走缆客 时而兼挑厨师重任给客人做菜 中餐厅的采购员是他 吧台小哥有时也是他 就连火跃气氛黄小明也相当有发言权 头条军有幸采访到小明哥 更是打心眼里觉得店长之位就是他 生意头脑好到比尔盖茨听了 都想为他打国际考 对于经营方面的东西 我也会更坚决地执行一个 内容为王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就是让产品质量和口碑 必须要放到第一位 但同时也是在合理的成本的范围之内 金钱关收放自如 该买买买绝不手软 饭局有他买单不愁 可做起生意来则是能省则省 最好省他一个一 大方又抠门的反差门 不知是否会给店员们会心一击 我在生活中相反 被人说太大手大脚 而且我还是买单王 我个人认为我的生意观是该省省 该花花 因为你做生意 所有人都懂得有一点 就叫做节约成本 因为你只有合理的节约成本 你的每一分利润 才能变成你的纯利润 对员工也是好到 让头条军想离职跳去谎家军 给员工拍照 要签名 放假躲暴雨 不算什么 员工过生日的时候 居然送上豪华轿车 最近还送人手一台iPhone8 还有神秘大礼包 惹得工作室员工发微博 申请告白 您是老板 也是可以交心的朋友 未来的日子继续努力 我是第一时间买 第一时间送的 其实我还有更大的礼 只是那个更大的礼还没到而已 黄晓明还和员工成兄道弟 好吃好喝招呼着 体贴关心预备着 简直是八心八钻 中国好老板 我跟我自己的员工 都是平常就是跟哥们朋友一样 我可以给你们买好吃的好喝的 但是你们必须要过吃完喝完 以前我对员工也很好 现在我会对他们更好 更加理解他们 对于吃货属性他毫不避讳 说起最爱的食物 眉头舒展两眼放光 这么爱吃又会吃 绝对是开餐厅的补二人选 对不起 我承认我就是个吃货 我需要这些各种各样的垃圾食品 但凡你觉得肥的我都爱吃 对 比如说什么油炸食品 比如说什么月饼 什么包子 这种饺子 这种主食 炒米饭 面条 因为山东人 什么爱吃主食 这都是我特别爱的 还有巧克力 虽然第一季当店长遭遇了水腻 但是经过头条军这么有理有据的分析 你们难道不期待黄店长2.0吗 至于本季的店长赵薇 第二季可继续发挥他的隐藏综艺细胞 让整个场子热起来 随时随地调动同事情绪 让大家嗨起来 整个场面他都hold住 让生意活起来 所以最适合他的岗位就是 当当当当 大唐经理 周冬宇在这一季里贡献了恩多吃播画面和表情包 可他做主厨的那期却让头条军觉得除了吃吃喝喝 他还可以煎炸煮 鲁味炒菜再加一碗小馄饨 外国人吃了都说好 自己也爱虾骨当 榨汁鸡蛋糕鸡 各种机器来一套 像张亮套个卤水方子 卤遍全世界 所谓热爱出专业 你里冬出第二季主厨预定 这一季的晚妹静孟佳 恐怕这辈子都不想再洗碗了 那第二季就给他安排个账房的活 毕竟他认真低调又稳重 银行卡交给这样的狗谁会不服气 而屋里最会做饭的模特和最会走秀的厨师张亮 可加入机动组豪华大餐 做饭懒客拿主意 他是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 啊这么一想 脱条军不禁有点小期待呢 中餐厅节目组的各位成员 请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 同意头条军方案者 请你吃一道烧菜系大餐 经9981道工序做成的烧开水